哈喽大家好 我是草韵 昨天晚上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问我 泡泡劫回来了没有 其实我昨天在家里面睡了整整一天 因为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真的是什么事情我都不想去做 除非我真的是想通了想明白了 然后我才会把我的责任心 然后再捡起来再去做事情的 下午六点多我就睡醒了 我就想着我还有一些货还没有发货出去给客户的 所以我要必须起床要出去干活了 因为如果我不出去干活的话 我就没有能力养得起泡泡 但是昨天我也想了很多 为什么别人可以随意的来伤害我呢 就是因为我的心太远了 我就给了别人伤害我的机会 本来我的出发点真的是挺好的 我就想着让泡泡回去家里面吃顿饭 也没有什么 让他们老人家见一下他们的孙女 但是呢我的前夫就想着 以为我是去问他们父母要钱 可能他就是误会了 但是过去了我不想再提了 但是以后我不会再给他机会来伤害我了 昨天我回到家检查了一下我身上的伤 其实呢我最大的伤不是在手上 而是在我的脚 因为昨天我们在拉扯当中 是在外面的那些路边的 然后我脚呢站在那个草丛那里 被那些毒蚂蚁咬了 现在我的脚啊真的是又肿又起了水泡 而且走路的时候还会有点疼 以前小时候呢也被这种蚂蚁咬过 但是情况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 之前我看新闻的时候也看过 很多被那些红蚂蚁咬过之后呢 红火蚁咬过之后呢 有的进入ICU的 因为那些蚂蚁有毒 昨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脚那么痛呢 还起了很多水泡啊 半夜起床啊我擦了很多药啊 都不管用 然后呢我喝了一点金银花 感觉今天早上消肿了一点点了 现在呢我来泡一点金银花水 来洗一下我的脚吧 要不然的话 等一下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的 起了一些小小的那些水泡 那个脚比昨天肿了一点 因为呢我经常啊 有一点什么不舒服啊 或者是什么的 我就是想着用最省的钱去滋留 我没有想过第一时间要去医院啊 或者是门诊的那些 因为去一趟的话 费用也是挺高的 所以每次我都是在家里面 想着用一点什么土方法 那些来洗一下啊 好吧我现在来泡一点那个金银花水 幸好家里面还有金银花 因为我知道金银花是清热解毒的 我就放放一点下去泡一点 我就放了这么多的金银花 然后呢放一点水 直接泡开就可以了 洗一下 等一下泡出味了就可以洗一下酒了 因为这个是开水所以呢要晾一下它 要不然的话烫到我的脚 以前呢我们就是身上痒啊 或者什么的那些就是山上 然后采一点这些金银花腾回来 然后包水来冲凉这些哦 因为这些都是农村的土方法 好了应该可以吧 把脚放进去 好了水我已经弄好了 我现在来洗一下这个脚啊 这里也肿起来了 这个位置这里也肿起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 这些水泡 你看一下 这些水泡现在烫了一下 它已经沉下去了 要不然越捉越多啊 这些水泡啊好痛啊 它不止痒而且还会痛 所以我必须要洗一下 用这些热水烫一下呢 就感觉没那么痒了 以前在农村里面啊就是 他们都说金银花可以结白毒 昨天有一个网友还投赶我 他说女人要关爱自己 必须远离男人 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朋友 请给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